人品有问题的人 常有这几种表现 千万不要深交 人活一生 为人一场 最重要的就是人品 人品 是什么 人品是指 一个人的道德品行 人品代表一个人的素质修养 好人品 能帮你赢得好名 好人品 能为你积攒福报 一个人的人品好坏 久处以后就知道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人品有问题的人 在日常相处中 会露出马脚 他们常有这几种表现 你若遇见 千万不要深交 一 你对他好 他倒打一耙 人品不好的人 忘恩负义 不懂感恩 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低声下去 求你帮忙 一旦你帮了 带到他走出难关 会找各种理由 否定你的好 把你的恩惠 忘得一干二净 这样的人 不仅自私自利 而且心胸非常狭隘 不念人好 总计人过 遇到了就远离 以免被伤害 二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有些人 心机深重 擅长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表面带笑 背后捅刀 当面对你热情友好 背地 把你利用算计 总是趁你不备 做出伤害你的事情 让人防不胜防 这样的人 人品差劲 最好绝交 三 不择手段 谋取私利 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私心 但私心要有限度 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坑蒙拐片 不择手段 就是 人品不好的表现 和这样的人来往 迟早吃亏 会被祸害 影响到自身的名誉 千万不要深交 早点远离 四 不懂反思 推卸责任 人品 有问题的人 很少反思自己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不会从自身找原因 而是把责任 推给别人 以此摆脱关系 不想负责 甚至会添油加醋 诬陷别人 和这样的人为友 迟早有一天 会成替罪羊 减少联系 早点断交 五 谎话连篇 言而无信 自己说过的话 从不算数 答应别人的事 从不履行 借了别人的钱 赖着不还 谎话连篇 糊弄敷衍 满嘴没有一句真话 这样的人 人品绝对有问题 谁和他为友 谁就倒霉 谁和他为伴 谁会被骗 人与人交往 最重要的就是人品 人品不好的人 品行不正 心眼坏 心术不正 没真心 无论是交友 还是谈情 都要远离 品行不好的人 选择人品好 正能量的人 一起同行 朝夕相处 你也能保持 端正的品行 收获真感情 留下好名声